太誇張了 只顧甜奶油嗎 還在想甜奶油嗎 甜到哪裡 甜奶油 小二 小三小三 不過問一下洪老師 就是剛才那個 為什麼這個李太太梁小姐 她如果真的要躲藏 為什麼要花13年 對啦 所以這個我跟你說 其實不論性別 人性的弱點都是經不起 誘惑的考驗 所以你想想看 我經常說 錢可以解決的都是少數 不會死人的都沒關係 你知道嗎 所以她跟她也有十多年 也就是這樣子 她認為錢可以解決 她也沒有死人在沒關係什麼 所以夫妻好的時候 她不嫌她是李榮月的小姐 一不好就把她的 這個階級的那個身分都把她抖出來 所以我就常常說 這個情感好的時候 哇 我跟你講 你男人看女人就是西施 不喜歡的時候 你就變成西米露 話跟你說 真的是那個價值就不一樣 女人看她怎麼一樣 愛她的時候是 用嘴巴去填她的奶油 不愛的時候 她連要洗腎都不給錢 所以這個就是說 她們的關係已經惡化到兩個人 都覺得說 因為有利益共同 剛剛美人講說 那個禮貌上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子 那個一看就知道是禮貌 那個你完全不會誤會 對不對 可是不好意思 有一些動作沒有那麼大 你就知道那個有問題 因為她臉上奶油太多了 所以她就用這種方式 其實都看得出來 那邊就看得出來 你如果是看到你男人 去把一個女生的頭髮把它弄好 你覺得有沒有問題 有 絕對有 比如說你幫我撥一下 對不對 或者你這個沒有弄好我拍 光是洪夷大哥就拍一下 這個動作其實我也不能認受 或者是在後面幫你按摩 他會說捏菜 奇怪 你不覺得那個 那是一個很親密的動作嗎 而且洪夷大哥其實先 夾菜還好吧 禮貌上會幫忙夾菜 夾給他吃 夾給他吃的話 可是小動作 比方說我們剛剛說牽手 好了 如果我跟你一起過馬路 我可能基於 就是人比較多 我可能手會往上勾一點 然後就一起過去 這個是很OK 因為看不出來有什麼動作 可是這個 對不起我擋個差 這在國外 有紳士風度要過馬路的時候 一定會問女士 你需要我幫忙嗎 那如果她說 然後她再說 我扶你一下 我幫你嗎 你需要我幫忙嗎 洪老師如果是女生這樣勾 女生也是 女生也就是說 因為我走高跟鞋 那麼不方便 所以我能夠扶你一下 這樣子 要經過雙方同意 不能說你就直接就 摸就勾上去 晚輩長輩都可以 因為那個 大家一看就知道說 你是扶一個人家過馬路 有一位富商他被拍到 這個富商已經跟一個 女藝人生了小孩 那他有一個勾手的動作也滿妙 他跟一個空姐去吃火鍋 天氣很冷 他們拍到之後呢 記者就問說 為什麼他會勾你的手 而且他勾是這樣子 因為天氣冷嘛 他解釋說因為天氣很冷 他手已經伸過來 他是勾 工作 你怎麼會 他不是這樣 他勾之後 他把這個手 放在男人的口袋裡 放在口袋裡 那男人的解釋說 只是取暖 可是所有人看都說 這愉悅了奮激 因為不但是輕易的 你剛剛批字就好了 不用再批字 因為這不是教學示範 對 因為我覺得 小動作會有一個氛圍 那其實鴻英大哥 這有個照片 在我們華人的社會 牽手非常忌諱一件事情 就是實質緊扣 我們的認定實質緊扣 只有情人才會做 絕對不是禮貌的那個 好 有沒有 很多的藝人被拍到這個 基本上就是 你們有感情了 那這張照片是 依能靜跟黃維德 他們在北京拍到 這張牽手照一曝光 依能靜就離婚了 當然婚姻有 他們的一些問題存在 但是因為這個照片 會讓人家覺得 這是實質緊扣 其實他們當時也在過馬路 也在過馬路 有看到搬馬路 對不對 他們在過馬路 你也可以說過馬路 而且男的還解釋說 我沒有牽他 是女的上來之後 手上去了 勾上去 但不論怎麼說 實質緊扣 對我們來說 我們還是覺得 這個不妥也不宜 覺得要有一定的情愫 才會實質緊扣在一起 台灣人以前 東方人以前 是沒有牽手的習慣 日本人是男人走前面 女人走後面 台灣比較進步的話 也就並行 但不然就晚著 很少說實質緊扣 是西方傳進來的文化 不過其實從台灣的這種 男女走路的姿勢 我們也可以分析得出來 還實質緊扣的新婚 對 手牽手的 大概結婚一兩年 然後再來結婚超過十年 就一個走前面 一個走後面 超過二十年 是一個走前面 一個在後面一直罵 OK 前面那個會把頭說 快一點 真的有時候你去看 會一個走前面 一個走前面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們到現在 我跟我太太認識二十八年 結婚二十二年 我們還不是十字緊扣在走 不是我在曬恩愛 我是說不要這樣 每個夫妻的狀況不同 但是牽手 為什麼叫牽手 牽手是一個 心心相應的反射動作 真的 通常有些男人 通常比較沒大 跟外面的小三 他是不牽手 他怕要讓我們知道 心虛 但是女生通常會希望 有一個依靠 有一個肩膀 為什麼想跟你牽手 為什麼想要靠在你的肩膀上面 他也 就算即便是小三 人家也需要一個依靠啊 這齁 你如果看到你 球場 你如果看到 那些人說最有趣 那些人說 這堆就是小三 那堆就是小三 我問你是怎麼看 怎麼看 他說那如果是小三 老公都打這壁 我打那壁 我打那壁 老公如果打壞 老公就說 我不是怎麼幫你打的 你是開手 你是開手 手滑掉 老公就 氣到噴噴掉 和他沒說話 然後呢 打不夠重而已 老公就 他打他就說 你自己打 我要打 那小三 那小三呢 那小三 十八就說 唉唷 你打這樣 其實喔 我剛開始學了是這樣 那個不算 那不算 重打重打 而且還靠近他 我教你怎麼會幹 不是靠近他 來我跟你說 他就從後面爆發 我們曾經在餐廳做一個調查 一個餐廳裡面 如果你發現 坐在正中間的 陽光普照燈光很亮的地方 然後先生就在看報紙 然後太太在看菜單 那個就是老夫老妻 坐在靠窗口的 然後寒情默默的 那是剛初念的 你剛在角落那就偷情了 不一定啦 這個還有一個另外 如果寒情默默亮的 就白內障毛口 這樣也要像剛才 坐在角落的地方 我剛剛說那個小動作 不要低估 我覺得那個都有曖昧 他會投射出來 我這邊還有一個例子 就是那個 寧夏業是賣蚵仔煎的 這個也很有意思 有個賴季雞蛋蚵仔煎 因為聽說老闆有小三 然後這個 所以住院的時候 妻子不願意到醫院照顧 屁嘛 對不對 你不跟你小三去照顧 對不對 送到他就送 難怪我得難怪 好 結果後來這個老闆 出院之後很氣 都不來幫他照顧 這樣 所以就拿剪刀狂檢妻子的 八件貂皮大衣 六十件高價的衣鞋 然後妻子份兒提告 除了要這個什麼回損罪 鞠疫四十天還要賠一百零二萬 這樣子 哇 所以當然他們 合理啦 當然他們是不願意再談這件事情了 兒子也說 因為爸爸有小三 所以我媽媽才不願意去照顧 那目前已經分居了 然後呢問題是 這個是比較特別的 他懷恨打開衣櫃 減爛妻子 珍藏的八件貂皮大衣 大家看你的行李很好 在這裡 行李在這裡 對啊 行李在這裡 對啊 行李在這裡 賴寄而安見 還有五十八件衣服 還有一雙 Fairie Garmo的鞋子 又扭斷衣服 Bergari的眼鏡 他說呢 九件貂皮大衣最慘 有一件是三十八萬買的 頂級十字雕 二十萬九千買的藍寶石正雕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九千 然後呢 十九萬八千買的咖啡正雕 而且你知道嗎 給他從衣領跟肩膀處剪開 還被修理得沒辦法 所以喔 起笑沒天龍 他知道太太最重視 你看他有八件雕皮大衣 可見他把所有的錢 都是去買這個來 你怎麼知道所有的錢 他把一部分的錢 來買這個 而且最心愛的貂皮大衣 這些故事告訴我們 有錢買不到快樂 有錢也買不到好婚姻 真的 沒那麼容易 要維持一段婚姻 真的坎坎坷坷沒那麼容易 我不是特別針對某人說的 或怎麼樣 我只是講給大家聽 家家真的有本難念的機會 你可以照一下這侯儀沒關係 我以為你今天是要提這個 我以前我是說 這瓶子不太大 好賺啊 做吃最好賺啊 好賺 但是好賺 沒有啦 沒有啦 沒油湯 都很賺 很賺 還是因為生理好 長期累積也是很可觀的 三十八萬的頂級十字雕要幾萬 一半啊 五十嘛 五十嘛 所以一萬賺幾萬 六十 六十一萬賺三十 我跟你講 不要去算算賺多少錢 他們買得起 他們不用去舉債 也不用去貸款 就表示說 生理是真的好 真的有累積起來 這種是辛苦錢累積起來 那勞工階級的朋友呢 他是這樣輕輕 還拚四名到尾了 他會去享受 他就是 阿公怎麼加下去啦 沒辦法辛苦錢 沒有啦 他就說 我平常要死了 就翻臉了啦 你不需要來看我 不需要來照顧我 沿路給他點點點 真是我賺的 他不像是他媽媽說賺的 你既然沒有照顧我 我也不會照顧你 我的名字最價值 你這裡的東西最價值 所以就是要彼此包 這種心態我可以知道 那雖然不是 雖然我沒有小三 但是這種心態我可以知道 就是 爸爸喜歡 你 沒有這個機會啦 沒那麼幽默的孩子 這個 阿公如果翻臉的話 那麼你知道他最在乎什麼 你就會去降那個東西 像我跟我太太吵架的時候 以前阿嬤 摧毀他最心態的 對 那我就知道我太 我有一次吵得不可開箱 不可開箱 然後我很生氣 可是你對他又沒有辦法 沒責啊 我也不能打他 罵也罵不過他對不對 口罩必要比較好 所以我怎麼辦呢 我就很生氣 所以他就跑到那個外面去 我就想了一招 我從前想到 他有潔癖 我真的就把那個衣櫃 你們所有的衣服拿下來採 採採採 我採了半個小時 我整個那個怨氣全消了 這次我驚恐 金句之意上升了 如果讓他知道會怎樣 就嗨啊 我一件一件 我還要想 他那衣服是怎麼掉的 你的金之意就上升了 一件一件就把它掉上去 金句之意 就把他掉回去 真的 我沒辦法 我沒想過 我想多久 真的是下桌 下桌這樣 結果價工 全部都拿去干涉 洗一兩萬塊 所以後來我就乖了 我以後就不敢踩他了 要跟錢過不去對不對 對 所以有時候就是這種心態 就是我生氣 我就故意要找你最在乎的破壞 把你割 像我太太有反擊過我一次 他就把我一件 那我一生氣就要出去 然後穿衣服穿好了 我不要在家裡跟你吵 然後我就要出去 我還記得是冬天穿那個外套很厚 我老婆號稱 身高號稱152 號稱 矮矮的小小的這樣子而已 號稱的意思就是不到 那號是不能這樣 那個律師我委託你 就在門口 我就是要出去 我就是要出去 因為我不想跟你吵 他在冬天我穿那個皮衣這樣子 整身褲給我撩撩撩 連內衣服全部被他撕破 我弄住了 因為女人憤怒可以這樣 那我就決定我不出去了 你知道嗎 所以憤怒的時候 那種腎上天素發作的時候 就針對你最在乎的去做 也要去做 那種腦子 我可以去做